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朕说着玩呢 你急什么呀 皇上 肃马亦不想当皇后 二不想当贵妃娘娘 告命夫人 为什么 肃马进宫有些年了 多少知道一些心酸 宫女的命苦 可后妃的命更苦 皇上只有一个 嫔妃们却有一群 一旦老了 胜券衰落 他们只能深宫望运 空手一辈子寒窗 再说 宫里头藏龙卧虎 一不小心 连命都保不住 苏马 还是老老实实的 做个丫头吧 这话只有你敢说 朕钦佩你 朕知道 你瞧上五四友 你上次倒茶的时候 手都在抖 差点烫着朕 皇上你已经结婚了 说话要稳重一点 您看看啊 这一开春啊 这天气就暖和多了啊 大黄大红啊 您啊 就等着报仇寺了 是是是 那当然了 我这身子骨啊 还不错 我是平常闲下来的时候啊 我就侍奉侍奉这些花什么的 你瞧瞧 那一朵墨菊 它就是我栽的 在那那那 在这儿啊 这个啊 对对对 好吧 赶名啊 我还要从南方啊 依来一些 对对对 依来一些茉莉花 茶花什么的 我一定要让他们呢 在宫里头啊 给我开出个模样来不可 对 咱那大清国什么都应该有 是啊 说的是啊 皇上 快来 爷爷 快来看鱼 来啊 你看 哪 这么多呢 是啊 真好 哎呀 你看这 是吗 吃呢 吃呢 咱们已经娶了他孙女了 他怎么还不帮咱们除掉敖拜 说些花草啊 天气什么的 傻孙子 傻拜他是死定 你这个太账啊 他就是不为咱们着想 他也得为他这个孙女着想不是 不可便宜 换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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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身 谢皇上 列位臣功 咱们开始吧 皇上大婚已毙 国本已故 臣等公义 请皇上选择个良臣吉日 龙欲天下 正式亲政 臣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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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停静 作为皇上一介帝师 恕臣有言 皇上大婚已过 按大清律例 该召集天下 皇上亲政乃重臣所归 万民所愿 不可推辞 皇上 老臣另有所奏 皇上虽然已经大婚 却仍然年弱 龙体未见 应当继续作朝听政 诗学天下大事 这一反所朝政 仍应让几位辅政大臣承担 如果贸然将反所朝政 驾驭皇上 是受皇上于重负 而大臣们自己却必重就轻 唯不忠不臣之举 臣以为皇上做朝听政 是皇上之福臣者之劳 皇上临朝亲政 是皇上之劳臣者之福 为臣者岂能只顾自己享福 而不顾皇上劳累呢 说得对 是啊 说得对啊 皇上大婚已毕 正当君临天下亲力朝政 这既是皇上之责 也是做臣者之福分 如果有人不想交权 阻碍皇上亲政 老臣都要问问 君臣知道何在 难道我们要一辈子 替皇上做主吗 臣索尼 叩请皇上亲政 臣能叩请皇上亲政 叩请皇上亲政 臣早有此意 叩请皇上亲政 列位成功的美意 朕都知道了 朕虽然大婚已毕 却仍然年幼 仍当以诗学为主 再说 朕信得过你们 朝政与国务 还是拜托几位辅政大臣 和列位爱卿吧 朕决定了 暂步亲政 好啊 朕还没亲政呢 就来这么多折子请旨啊 皇上您一看 都是尚书房送来的 各部宴大臣 各首都府差不多都上了折子 全是奏起皇上亲政的 乖乖 所中堂不愧是三朝老臣 偶拜不是他的对手 那还用说 人家现在是泰国账了吗 传旨 告诉上厨房 爱卿们的忠心朕都知道了 朕一议定暂步亲政 毫拜不服气啊 众臣都赞成亲政 就他不知事 朕要等着 非逼他上奏不可 然后呢 朕在三辞 让大臣们三请四奏之后 朕再答应亲政 这是规矩 是气派 朕 要千呼万唤使出来 要千呼万唤使出来 班大人要瞧仔细喽 一朝不慎 满盘皆输 你这不像是索大人的骑路 倒有点像令尊大人的杀招 家父与我下棋的时候 总是不战而胜 我岂是家父的对手 哎呀 我以令尊下棋时 我们是大争斗小输赢 总体算来也就是胜负各半吧 废 废 废大人果然得了令尊的真传 蛇小就大 一子穿心 看来我只有头子认输了 侥幸 所大人进了尚书房也是皇上的进尘了 一定很忙碌吧 苦累不堪 那尘外官纷纷上折子 我们都忙活不过来 不过没听说有什么大事吧 那些对班的人不利的事 人家怎么会告诉你 请用茶 那些个折子大部分都是奏请皇上亲政的 下头还有将军说 如果再有人阻碍皇上亲政 他们就要带兵秦王了 说的是 可下边的人头脑简单 他们不体谅班大人和敖中堂的关心 只觉得谁反对皇上亲政 谁就是下谋反 荒唐 荒唐吗 他们确实误解了班大人和敖中堂 可是下官觉得 班大人和敖中堂还是离得远一点好 免得敖中堂垮了台 顺带着压垮了班大人 那些折子里头还有不少关于圈地的罪证 其中也涉及到班大人 叫我说呀 圈地是圈地 亲政是亲政 敖中堂是敖中堂 班大人是班大人 这都不沾边嘛 可是人家呢 应是要把两件事往一块追究 要把两个人捏到一块来追究 不 我和敖拜可不是一党 那还什么 那还不赶紧上折子 奏请皇上亲政啊 今受教诲 告辞了 好好好 送客 父亲 父亲 胜负如何 正如父亲所料 班布尔山头子认输了 这明明是牌营起 他为何要认输 是啊 他如果再次落子 他不就胜定了嘛 他干嘛头子认输呢 所图啊 你要当心班布尔山哪 他比敖拜厉害呀 敖拜是处处争强 班布尔山是处处示弱啊 大人 不认输了 敖拜府 到了 奴才进去通报一声 不用了 古今敖拜府了 回家 这 快快快 快 抓过去抓过去 走 停 大人什么事 再去 再去敖拜府 赶紧 这 掉头 快 快点 敖拜 叩请皇上亲政 臣班布尔山 叩请皇上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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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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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次三番说过 朕还年幼 仍当以诗学为主 暂步亲政 皇上 皇上虽然年幼 却是少年英主 应当上顺天礼下位民心 临朝亲政 而今举国上下朝廷内外 居翘首以待 皇上万万不可在此 老臣今日以首府之名 国长之尊 古今之礼 皇上传议 圣人之训 代表天下百姓和文武百官叩勤我皇 临朝亲政 朕决定接受列位成功的奏请 朕决定亲政 吾皇万岁万岁 朕决定亲政大典 陀际进行亲政大典 康熙六年 公元1667年 年仅十四岁的爱心觉罗悬夜亲政 无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老祖宗 老祖宗 孙儿今天亲政了 好啊 孙儿从今日起 再也不是儿皇帝 真正是一国之君了 是啊 是一国之君呢 不过我也告诉你 打今儿起啊 我也不是太上皇 我也不参你的政 我呀天天养养花看看书倒满清闲的 除非啊 你是大难临头了 你再来找我 不然你别来饶我啊 不过这一年半载之后 我可是盼着抱重孙子 不许爷爷 爷爷 老臣索尼叩见皇后娘娘 爷爷爷爷 快起来 起来呀 快起来 那这里啊 国家法度 无论在哪儿都不可说 更不能错乱 孙儿记住了 走 到屋里说去 爷爷 你们都下去吧 是啊 爷爷爷 爷爷 您请上座 好 走来 现在跟孙儿给爷爷请安了 起来 坐 孙儿啊 宫里的日子 还过得惯吧 跟坐牢一样 皇上 喜欢你吗 皇上到现在 还没碰过我呢 咱们这个家族啊 咱们这个家族啊 到咱们这一带 也算是巅峰了 你呢 贵为后宫之首 天下女人 执至尊 啊 爷爷呢 身为当朝首府 又是个泰国障 啊 你父亲所额图 也是个内大臣了 啊 在成人的眼里 咱们这个家 可真是富贵至极啊 可是 爷爷告诉你 谁满则易 月满则亏啊 啊 人哪 月到无限尊贵时啊 往往也就是险生还生畜啊 这道理 孙女儿懂 咱们再尊贵 也是皇家的奴才 嗯 说的是 知道了就好 知道了 咱们就应该知足啊 就应该心如知水 宠辱不惊啊 啊 孙女儿啊 当皇后 嗯 心不敬 可不行啊 可我是女儿身呢 凭什么把我搁一边 孙女儿啊 后宫之中 可是门大学问啊 这方面呢 爷爷可帮不了你啊 但爷爷相信啊 凭我孙女儿的才貌 资质 聪慧 准能化掉皇上的心啊 你呀 就自个儿琢磨琢磨吧 哎 光会用情可不够啊 你呀 身心都得用得上 赫舍礼 还在读书啊 皇上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没事儿 秋风秋零的 诗书尚请 啊 看书呢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南唐李后主的名句 他是一个大才子 但不是一个好皇上 可这两句诗千古流传 谁念了都会觉得心疼的 这些日子真让你伤心了 皇上 你把臣妾娶进宫来 是想借此轻政 可是臣妾嫁给皇上 是想做皇上的女人 朕一直不敢慢待你啊 皇上看我的眼神 从来都不像看苏玛拉姑那样亲切 皇上跟我说话 就像跟大臣们说话一样 大魂至今 皇上都没有碰过臣妾一下 难道索尼的孙女就这么让人讨厌吗 朕本来是喜欢你的 可朕一想起娶你是为了倚众索尼 你这个心里就个冷的慌 好像给人逼着爱你似的 可我是无辜的呀 皇上 这么大的宫里 居目无情 我害怕呀 求皇上把我休了吧 放我回家 一个女人嫁给皇上 又不能伺候皇上 还不如让她去当个普普通通的名女 朕舍不得你走 再说咱俩败过天地昭高四海了 这一辈子生生世世也要捆在一块了 臣妾知道这件事上你也是无辜的 对了 这也是无辜的 你这话听着才知心呀 臣妾读过些史书 知道皇帝跟皇后既是天下至尊的一对 常常也是苦命的一对 臣妾不指望得到皇上的宠爱 只希望做皇上的伴 要是皇上那儿疼了 臣妾给皇上揉一揉 要是皇上闷了的话 臣妾陪皇上说说话 要是皇上不想说话 臣妾就不出声陪着皇上想心事 这万万没想到 你这么置心呀 说心里话 臣妾还想过 即使皇上一辈子也不碰臣妾一下 臣妾在面上 也要做一个好皇后 臣妾要为皇上谨重 朕总算找到知音了 拜上 拜上 直到今天 朕才觉得这皇上坐得舒坦 又亲政了 又逍遥了 臣妾也觉得舒坦 既做了皇后又做了女人 这才刚开头 接下来 朕还得当爹 你还得当娘 你给朕生十个八个皇儿 朕选一个当太子 遵旨 臣妾一定给皇上生个太子 皇上上朝吧 上朝 制入ệ aus 凌秦王 wu三桂增添的�� 我现在想的事如何批复为好 你的意见呢 不可不给 也不可全给 草召 令兵部护部会商 你可调臣出来 朕再审阅 正 皇上 臣以为河南巡抚奏请波良之事 应当速办 灾民们等着奠基 你翻过来看看 皇上已有预批 准宇动用官粮五十万担 并免除两年填税 是老臣糊涂了 急办 皇上 请用茶 你好像一宿没睡 昨夜 家父的病又犯了 厉害吗 还好 还好 老皇上惦记着 让太医去看看呀 这 皇上 这 皇上 您也该歇息了 索佑陀 跟着到外面走走 这 索尼真的病了吗 是的 皇上 过去家父生病 是三分针七分假 可这次怕事 真的不行了 什么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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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生杀 父亲 皇 皇上来看您来了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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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提着一口旗不错 就是等着您哪 皇上 我等着您哪 重要 朕就是用尽天下的名医名药 也要让你好起来 谢谢皇上 老朕想跟你说几句话 朕听着 大清离国不久 皇上应当求问 好 好多发展 严想 严想 大清国 有 有两大意外 朝廷里 你呀 红败 结党村政 西南边 是五三鬼成雄 眼下 皇上啊 皇上啊 最要紧的是 是不能让他们内外空间 对着两百十里 一定要 一定要 要分而知之 先除掉欧拜 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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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解 五三鬼 皇上 你可要 你可要 内积外宿啊 积聚力量 等待十几啊 や 晚晚 晚晚 急不得呀 老臣啊 老臣呢 老臣呢 本想 帮皇上 完成大业啊 可 可惜天不佳念 老 老臣来 来不及了 总裁 你就放心吧 所独 父亲 你要记住 咱们所嫁 生 生是大晴的臣 死 死 死是大晴的火 我恩 你 你要 鞠躬 金翠 终生 辅助皇上 儿子都记下了 皇上 皇上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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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啊 好 父亲 父亲 皇上 皇上 母亲 母亲 父亲 父亲 这些东北草原数百里 这些事朕怎么从来没听你们报过 禀皇上 兵把前两等军务在皇上清政前均由敖拜负责成败 现在怎么出了这么多毛病 连牛马草原都让沙俄给抢走了 这是因为敖拜病了所以军务就乱套了 你们几个都是内阁大臣 为何不赶紧接手 皇上 军务方面历来由敖拜总体负责 像兵马前梁 八旗绿营 边关藩阵 将士兵器 这些都十分细致复杂 除了敖拜与索尼 别人接不了手 你们看该怎么办 皇上 臣冒昧进言 如今情势急迫 需要一位能臣挑头总理军务 臣建议恢复大臣辅政制 如今索尼不在了 可否将敖拜尽为首辅大臣 协助皇上处理紧急国务 不可 皇上已经亲政了 应该由皇上都长朝政 任何人都不得再分权 不要误会 老臣绝不敢分皇上的权 老臣只是想为皇上分忧 皇上 眼下这么多事情 应当尽快责成熬拜进朝料理 否则耽误了朝政 是我等做臣子的罪过 事再多也得要按规矩办 皇上既然亲政了 就不该再设首辅大臣 你们说的各有道理 这样吧 即日起 你们几个内阁大臣都名列辅政大臣 但是朕不设首辅大臣 厄比龙 在 传职给敖拜 让他快快进宫办理军务 皇上 说 臣担心敖中堂不会从病榻上起来 什么 你是说朕不设首辅大臣 敖拜的病就不会好了 你们就束手无策 军务就得荒废着 是吗 皇上 皇上 苏玛 苏玛雅姑 皇上 朕从小就恨这个门槛 早就跟你说过 把这该死门槛给朕锯掉 你怎么就不办呢 奴密就办 快去 快去 皇上什么时候说过要锯门槛啊 是没说过 锯吧 锯吧 你不锯他 皇上就要锯咱们了 索尼说得对 敖拜 早晚结党篡权 这不 索尼刚死 敖拜撞起来了 皇上 奴才监已经太皇太后出山 收拾敖拜 稳定朝政 不 皇祖母已经把朕扶上了地位 索尼也有力保朕欺了政 他们都做完了自己 该做的事 现在轮到朕 赌掌乾坤了 朕要是收护不了敖拜 有什么脸面做这个皇帝 索尼临终前说过 万万急不得 皇上 敖拜势力太大 你要三思而后行 朕早就三思四思了 敖拜不出 朕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皇帝 冬廷啊 今天的事儿 这可真吓得一跳 你想啊 敖拜成病 军务就乱了套 他要是精神了 岂不更可怕吗 敖拜是朝廷第一重臣 门声故将变天下 宫廷禁卫 京外大营都在他的手里 大臣们又全都是墙头草 索尼在时都听索尼的 索尼一死 全都倒下敖拜了 朕 孤王有一个地位 没有自个力量不行啊 敖拜一旦起了祸心 皇上的安危都难料啊 冬廷啊 从现在起 你就找一批可靠的人 组建一支宫廷卫队 以防不测 这 朕还要给你一道密旨 皇上密旨 朕继位 险下还生 虽历经图治 却屡屡屡受困 敖拜多次欺君往上 暗中圈地结党 霸巢乱政 其意再窜逆 朕随百般抚慰 望他改恶从善 但而终无悔悟 卓臣等密谋良策 除奸报国 亲此 臣临旨 自古以来 为臣者有三大险境 其一 是功高盖主 此时 主子无可赏臣 只能赐死 其二 是臣者势大 威震朝廷 主子不容一国二军 一山二虎 如此也必然杀臣 其三 臣强主弱 君臣之间互相猜忌 彼此不能相安 主子 怕臣下 结党篡位 所以 必然罗织罪名 将臣党 斩尽杀绝 目前我们熬中堂 三种险境兼备 是 班固大人 照你这么说 老臣只有谢家归田 才能过几天平安日子了 那只能保一时 保不得长久 好 中堂大人 手握十拳 皇上才聚你三分 一旦你辞官返乡 不要说种地 只怕连葬身之地也没有 中堂 我这条命是你给的 你说怎么办 我就怎么办 老夫为大清出生入死数十年 想不到今日却成了皇上的眼中钉肉中刺 老夫 心有不甘 班固大人 请你赐教 上中下三策 费力 善让 独斑 臣为天下苍生计 建议中堂废掉康熙 另立新军 不可 万万不可 老夫受先帝也厚恩 宁肯死也不做千古罪人 中堂大人 您不要着急听我说完 废掉康熙不等于背叛大清 恰恰是为了大清万事着想 以中堂的超略才能 一旦君临天下 大清必如日中天 雄居四海呀 是啊 大清朝又不是他一个人 是所有百人的 那回 speech 大家可以帮忙 决定 事情